哈喽大家好,我是梦兰,咱们先来关照一下家里的各种盆栽植物吧,要想您的盆栽开花更多更漂亮,定期施肥是关键。 很多朋友不知道厨房里有些香料本身就可以促进植物开花,今天咱们一起用调味料来给开花植物制作特效有机肥。 第一种,香叶,香叶可以加强根系,激活室内植物,让叶片更大,而且开出茂盛的花朵。 准备一杯清水,放进来两片香叶,倒进料理机打碎。 促进生长发育的同时,香叶还可以防止一些病虫害,打碎之后,等待两小时左右,就把残渣过滤出来。 这些液体可以使用5次,每次倒出来50毫升,加水4倍,就可以拿来给盆栽浇水了,三周浇一次,那些比较脆弱,甚至有些发黄的家庭盆栽也会恢复生机。 第二种,丁香,丁香可以增强植物的免疫力,为加速开花做好准备。 把一茶匙丁香放进料理机,打碎,倒进来一杯清水,继续打碎。 丁香里面的营养成分,可以让盆栽叶子更绿,更健康。 静置一小时之后,把残渣过滤出来,取50毫升这样的液体,兑水50毫升,给植物浇水每月一次,可以让植物尽早开花,而且开花更长时间。 第三种,生姜粉,生姜粉对盆栽花卉的生长发育有积极作用,可以让根系更强壮。 准备一杯清水,加入一茶匙生姜粉,搅拌之后静置半小时,这样的溶液可以消除一些土壤中的害虫。 过滤一下,取50毫升液体,再倒进来50毫升清水稀释一下,给盆栽花卉浇水,一个月一次,您的盆栽会很快开花, 而且花朵比以前更鲜艳。 第四种,姜黄。姜黄含有丰富的矿物质,精油和维生素,可以帮助盆栽花卉提高免疫力。 一杯清水,加入一茶匙姜黄粉,搅拌之后静置两小时。 这样的溶液可以促进植物生长,开更多花,倒出来50毫升液体,给盆栽浇水每月一次。 任何开花植物都可以使用,植物会长得更茂盛。 移栽植物的时候,可以把姜黄粉直接加入到喷栽土里,每升加一茶匙就可以了。 第五种,肉桂粉。肉桂粉可以杀死一些真菌。 把一茶匙肉桂粉倒进一杯清水中,搅拌均匀,静置两小时。 过滤掉残渣,把50毫升液体倒进喷雾瓶,喷洒植物叶片和枝干,可以帮助植物预防疾病,消灭一些害虫。 剩下的液体,直接倒进花盆土壤里就可以了。 这样,您的室内盆栽就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了。 第六种,百里香。 百里香可以促进根系发育,让您的盆栽长得更好。 取一茶匙百里香,倒进一杯清水里,静置两小时。 百里香还可以驱虫,让土壤里的害虫无处躲藏。 把液体过滤出来就可以使用了。 取50毫升,再加清水50毫升来稀释,给植物浇水,每个月浇一次。 您会发现,您的盆栽开花更大,持续时间更长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里吧,咱们下次再见。